嗯 槍槍三人行 最近呢我们这个河南方向上比较火爆啊 有这个有个案子弄得这个全国沸沸扬扬 这个案子啊你们都听说了吧 对那个香港报纸都登这些是个奇闻 这个反正现在啊 就说河南这个平鼎山中级法院 这个这个法官呢什么该免职的免职 该是该处分的处分 他这个事反正河南省高院就发回来 就说你就重新查这个案子 因为先判了一个事 听起来很简单 说是有一个叫石建峰的 是还是什么事 不是石建峰是石建峰吗 是跟我们的朋友同名同姓 不是那个石头的石 这个是时间的石 时间的石 哎他还真是他在八个月的时间里 他有两辆货车跑货运的嘛 跑货运的两辆货车 后来说呢他就不交那个偷逃那个什么呀 过路费 过路费你在中国什么路都得收费 对吧 他们要过路费 然后呢是个天价巨额 所以判他无期徒刑吗 就是三百偷逃了多少 三百六十八万 八个月 八个月三百六十八万 好判无期徒刑 结果呢这个很多案子就就扑朔迷离了 过不了几天 弟弟出来了 嗯 弟弟说我哥哥是帮我顶罪的 实际上是我怎么着的 然后呢这个弟弟又又拿出来说 说他怎么能偷投啊 说原来判的说是假军牌 对吗还是武警的牌子 我记不清了 就是反正你假军牌 因为这个军 军牌是就不收费嘛 对 然后呢 但是现在他弟弟又说呢 说确实是跟武警方面的两个人啊 签了合同交易给他们一百二十万 还是给他们多少钱 他们就就保你一路平安 对吧 但是这个事啊 我得说法院没有定案 对吧 咱们也到底是假军牌还是真军牌 这咱不能只是现在传媒说了 对 咱们不能这个忘断啊 但是就说这个这个这个案子 哎 你们先谈谈发表发表你们的观感 我觉得这也说假军牌这个事儿 好像就算不是这件事 平常也也不少见 对不对 就有时候你真的会在路上看到一些 挂的军牌的车横冲直撞 说过就过那收费在 那很多师傅说这是假的 假军牌 所以一堆假军牌真军牌不会这么干 对 我就拿三大纪律 八项军牌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不能这么干 对 我觉得香港看到这种媒体那种报道 我第一个想到那个电影 疯狂的赛车疯狂的石头 这完全是那个你不可想象的 因为里面牵挟到很多包括假军牌 还有里面你说签合同 原来还跟据说报纸说据说买卖假军牌的时候不法勾当 双方还有签合约的还说我跟你做这个不法勾当 假如我出状况你答应派人派车来保护我这样子 到最后还有法院的判决的混乱 这个完全就像那种讽刺的电影情节 但这种合约 荒诞 这种合约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 他听起来很荒诞 在想很可怕 他说明在今天的中国有时候啊 有一些我们觉得不正常的 甚至是非法的行为正在逐步正常化 甚至穿上了某种的合法的外衣 你想想看契约是什么 签合同 我们背后有个假设 除了是讲道理还是希望是法律保障 你干一个非法行为都希望有某种的法律保障的感觉 不是真法律保障 这表示大家开始不当回事 你记不记得过去一年还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贪官跟情妇不也签合同吗 有这事 你忘了 签合同说每个月保证性满足多少次 你忘了这事吗 有个性竞争的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不对 一直到五六十岁好像会虚心 保证每周两次是吧 每周两次就是好几个 对这样够忙活的 所以这几年我看到很多这种情况 这是很可怕 就是说大家开始不把一个非法的不正常的事 当成非法不正常 反而觉得它是很合理的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 现在北京不是制赌吗 制赌就是限制买车嘛 就采取摇号嘛 到现在那边一个月只能买两万两 摇出两万两 后来就有人说了 你看这个人们本能的就会说 这个东西会不会成为私下交易的资源 你摇到号 那天我们还采访北京一个交通专家 他说他们设计摇号的制度 是特别反正经过了周密的考虑 说绝对不会出现 他没法交易的 就是你摇到号 你说你不买自己的车 你把这号让给他 说他没法做到 但是那天你看我们吃饭 有的人就有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事要说到最底上 干脆就是一切用你的名义 就是你的车 但是他你跟梁文道私下签个合同 我把这车给他用 你看签合同 我就想起你说 那我就好奇 假如出了状况 这个合同拿去法院 他受理吗 按照你不法勾当 当然不是 所以这才是有趣的 就是说他绝对不会受理法院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他们仍然签这个约 这是一种心态 很微妙的心态 你知道吧 签合约是希望法律保障 法律不可能保障 你仍然签 这是说明有某种潜法律 或类似于法律的 就是一种东西在运作 就前几年无私讲潜规则 其实现在潜规则都不潜了 他已经慢慢的往上升 越来越明了 才会变成 这个还可以看你从光明面 还是黑暗面来看 黑暗面我们觉得荒诞 把不合法的东西合法化 从光明面来看 说大家对于依法治国 还是抱有希望的 觉得我们签的合约 还是可以搞的 然后就我觉得这个 咱不懂法律 很难说 这个有些时候法律的判决 挺让我觉得挺好玩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海淀区法院 海淀法院前一阵我看一新闻 他判 法院也不知 就是你看他说什么 有一天有一个男的 手机收到一个短信 这个短信问他说 有冰毒吗 这男的你说这么会接茬的 回了个信息说有 然后他哪位 他哪没有冰毒吗 但是他想挣钱 他自己就弄了点冰糖 去卖个原来是一个女的 你说这女的平常就是吸毒的 买毒品 发错了信息 发到这哥们手机上 他也会接茬 有 拿冰糖 拿冰糖去卖给这女的 结果被我公安当场抓获 抓获了之后 你知道法院最后判听 我觉得这法治精神挺牛的 法院说 他不是犯毒罪 因为他拿的是冰糖 但是他却犯了诈骗罪 你看 他以冰糖冒充冰毒的名义 你看这个里头按说 贩毒是犯法的 但是法院还是分辨到这一层 就说你诈骗 消费型 不是 但这个我觉得不太 也还是有问题 比如说 毒贩交易 你知道常常卖假货 那是不是表示以后 毒贩交易卖假货的话 那他就不叫贩毒呢 你懂我意思吧 比如说卖白粉的 卖海洛因的 不是他们常试吗 电影我们看了多都知道 那得先试试 老大没问题 纯度够 然后拿回去 里面全面粉 对不对 比如说像这种情况 你卖一堆面粉给人家 那你就不叫贩毒了吗 他贩毒可能的罪名 他意图贩毒 甚至这个是吧 当他来买一个卖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 那个是毒 我是把它看成一个毒来买卖 那就可能犯罪了 咱们也不是贩毒案的 别追究这个法治节目 咱们就是收费的收费 对 就说这个事情 你们刚才讲 我就觉得说实际上众人议论的更多的 还不是说假军牌 或者这个审判人不够格 而且我老实讲 中国现在的一些不靠谱的案子多了去了 你发现没有 往往引起注意的 是人们的违反常识的一种好奇心 比如这个案子谁调查了解过 但是为什么一下子就对河南方面造成压力 网上为什么 网上大家疑问的焦点是说 两辆货车跑了八个月的运输 这哥俩交代说是赚了20万的钱 可是偷逃了368万的过路费 那么就是说他要是没偷逃 他要合法交费 他两辆货车运载八个月的话 他还倒亏出300多万 这生意能看吗 你明白吗 这一下子就引起了人们就说 咱们就说高速公路收费 腾腾设卡收费的问题 对对没有他可以这样说 他说我们这样收费 其实当然可以说是烂收费 另外不是说都说中国的交通混乱吗 堵车吗 我你可以你觉得赔本你可以不开吗 你不要做这个生意吗 对这是个制堵的方法 对我是用自由市场的逻辑来玩这个游戏 假如他要这样诡辩 那只能这样说了 不然的话 当然是回到那个问题了 但是我给你 烂收费 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 人家说 你看我还能背背这个数字 美国你知道吗 什么事 咱就米国一个汽车 从新泽西州的收费 高速公路上行驶167公里 两个小时 只收4.25美元的过路费 实际上美国只有极少数的路段 才收过路费 所以他们讲在美国加拿大开车 那叫一个爽 这是一望无人 那简直就是 不要老拿美国来说事 为什么叫巡航定速 就是说一个速度你都不用开 就我知道 绝对没有卡 这个里边有一个伦理问题 就是当年说美国说洲际高速公路 这就是联邦政府和当州的投资 是按9比1 那么当时他也可以说要收费 但是好像说最后人家美国人研究研究 就是说高速公路不能搞收费 因为这就失去了高速公路的本意 这速度就快下降低速度了 降低速度了 而且使得会堵车了 因为流量堵一堵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拿美国来说 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国情 对不对 这个美国不收费 咱中国就该不收费吗 对不对 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情况 先说回我们 所以你知道中国的独特情况 就造成了中国的另一个独特情况 叫超赞 广告之后我再跟你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跟你说数字是无情的 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 知道其中有多少在中国吗 10万公里在中国 这70%的收费公路都在中国 而且就是说 咱们交通部规定 40公里设一个收费站 可是有些地方政府规定 高等级公路每20公里 甚至更短的路程 就可以设一个收费站 你知道我们一同事还跟我投诉 说他从天津到北京 就好像高速公路过来 收费140块钱 然后你知道吗 他从出了高速公路口 再到北京还有一个什么精通快速 对 这又收10块钱 还是几十块钱 就这么收 对 没有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刚还是要说美国 美国也不是不收费 我们不能只看数字 丢钱的 我们要看说谁来定这个数字 背后是一套什么样的制度 像我在美国住的时候 我住那个城市 旁边往外的交通的公路 有个收费站要收费的 每一次他调整这个费用以前 要经过这个市议会讨论 开会投票来定的 然后要申请的 不是说想设就设想收就收 连在香港 香港很多的海底隧道 什么地方隧道要收费 它是有限制的 要向政府申请 还有计算你公司的盈利的比率 要有规定了 不能超过每一年7% 8% 9% 甚至要跟整个通货膨胀率来挂钩 是有一套背后的管制 监督的制度 我觉得这样才能说 让大家感觉福气吗 这个就说到是一个 最根本的国情不同了 比如说像以前我在洛杉矶住的时候 我就记得有条路 我记得以前也是收费的 它是有个像篮球框一样的篮子到美国那种丢钱 把钱丢进去 把钱丢歪了 后来过了一年再去 怎么没了 那么当地人就跟我说 因为加州百姓投票 否决了说不爱给钱了 以后就不给钱了 然后不给钱后来公路维修不行了 那后来算还收点吗 比如说像这个说明什么 这就真的国情不同 中国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 你不要讲什么别的地方 政治改革就讲这一点 就我们财政上 政府行政部门财政上太不透明 他的支出收入预算都是不透明 的你比如说像我讲几个像你讲 我们的议会啊 人大前年的时候就有人大代表 就骂了好几回了 已经说北京的这个机场高速收费收完没有啊 你还得收多久啊 对不对 这两年反正国内的媒体都是时有耳闻 就这样的新闻接出来 某某某地方就说那个成本早就回收回来了 还在继续收收了这么多年 几千个亿都是都收了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议员老骂 那么当那个相关单位出来还照收 说这个不收不行啊 怎么样也不管你 然后呢深圳比如说最近又有一个 呃 鼓张鼓吹这个啊 财政预算要阳光化的一个人大吗 不是好像还不是什么反穿外套什么示威的 因为这些事太多了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的政府部门行政部门 他这个每年的预算到底是多少 细分到什么项目上 你不知道他这个钱从哪收 怎么收谁来定过程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你看我从你这儿就是你说的这个 跟洛杉矶接近的一个理由就是日本 日本呢征收车辆通行费的目的 当然也是为了筹集道路建设 包括维修管理 他确实需要费用哈 但是呢一旦通行费总收入足以偿还总费用 高速公路就免费通行 我们这个我没听说过哪条路说 我们够了今天不收了 怎么一直都就说你知道吗 就还是一个我们不清楚 收呢收成了习惯 当然这个这个 你知道这就造成什么 这就造成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说这个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所有的货运的车在路上跑的 百分之百都超载 嗯 超载到一个什么季度 我跟你说 2010年8月份 破了个记录 查到一辆农用货车 规定的这个载货量啊 是一吨 结果他拉了多少吨呢 13.1吨 我天了 超拉了动吗 这百分之1300的 你看看咱们路面上拍下来的这个照片 然后你再看下边 你知道这还是咱们的三轮汽车 你知道这是很有特色的 你再看下边 他们讲啊 我还在听他们讲 就是说进口的那个货车 外国的货车 写着核定载重量多少啊 你要超载啊 他这车就没法开了 开不动 但是国产的这个车有改装的 好像就很简单 改装之后 你这个车能超载十几倍 所以他们都去改装 我们made in china的东西 是多么牛 对不对 你外国车不能超载吧 咱如果超载 十几倍还跑得动 我觉得made in china的东西啊 牛其中还有一个 这是dvd的光碟的播放机器 你买进口的放不了盗版的 中国还不用改装啊 全世界怎么驱的 什么翻版的都能看 不用改装 你买原装的国产的dvd的player 完全可以放那个盗版的 主片 这样的好日子 眼看着也没有了啊 你要看到我国的步伐呀 打击这个盗版啊 现在越来越严格了 那些个视频网站 你看现在关了好几家 关了好 就这个他这个发展的国家 但你要允许它有个发展 但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啊 还是像文道刚才讲的啊 我有一个感触 我那天我我那天看飞机啊 我不是看飞机 我在飞机上看 看报纸 看飞飞舰报纸 挺有意思啊 说是这个你知道吗 呃 咱们就说这个河南省交通厅 呃过去说连续三任交通厅长落马 现在你看这是第四个落马者 董永安 你知道吗 这成了一个魔咒 就是你很不能理解 前任刚这样 怎么每一任上来都说 我绝对不会是贪官 我发誓我咱绝不做 但是为什么不由自主的 就舍了一个又一个呢 这个报道里啊 就分析原因 说这个你看啊 河南 我我觉得要叫我也很难免 就河南省职机关 十几位干部 共同的观点是交通厅啊 钱太多了 钱多的让人陷进去 你看啊 作为全省交通建设主管部门 不仅长这个厅啊 不仅掌管着每年几十亿元的 规费收入 嗯 就就就各种收费 而且还提借100多亿元的投资金 每天都要花掉几千万 你知道现在有时候政府的钱多的呀 他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就是说要提振经济 要提振经济的上面就要求你得加大投资 这个给交通厅长一年 要完成200个亿的这个投资都完不成啊 完成了有功的 你不要超额完成 比如我完成了220 花钱有功反正就是 对 那么你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他很难 这是两回事吧 你要花钱是你的责任 坦白讲啊 我们经常聘请高官在国外 其中一个本领就是要看你懂不懂花钱 合法的去花钱 你做很多预算 刚闻到讲的预算 怎么拿钱来怎么花掉 那是应该的 你的本领你的工作 所以问题是说你把钱花到自己口袋 那就不对了 你不能说因为钱太多 等于是说女人太漂亮了 他也没花自己口袋 我要费你强暴 他也没花自己口袋 你像前任有一个叫什么 十发亮的嘛 十发亮 说他不是他 最喜欢这个什么现场办公 然后就是说有一次一个地方干部 说先给我们修路 修高通路 好喝酒 喝一杯100万 当场干酒杯 当场他这样计划这个干部 给他900万 就签约啊 这钱花的多爽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不起啊 这个喝酒给100万的故事 不是十发亮 是再前一阵的交通厅长曾锦诚 但这也是有这事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不只是贪污这个层面 贪污的话 你还说是个人品德啊 或什么 虽然也有一个社会环境 比如说你不贪 你觉得对不起自己 对不对 但我觉得更大的问题在哪 就有时候官僚部门呢 他的永种跟增长 就跟这个情况有关 他不是为自己贪 比如说我们假设有个官员 他上来了一个这么部门 这个部门每年就这么烂收费 收的变得肥的不得了 那他自己毫不贪 但是为了说 假如我今年停掉了这个大水喉 你想想看 我这部门上上下下 全都怨声载道 你一个部门收入来源少了 钱少了 在整个政府部门的结构里面 就说明你不肥了 你不肥了 你的权力也少了 对不对 那你肥的时候 你钱多的时候 你可以干什么呢 他不是为个人贪 比如说他可以扩张部门 是不是 比如说我就管交通的 举个例子 下举 我管交通的 我说我现在钱够多 钱够多怎么办 我多盖一些路 或者路上多盖一些 什么休憩设施 什么便民设施 什么都好 我盖这些东西 弄得越多 我请的人越多 我请的人越多 我钱还得再回来更多 到最后 我的钱跟人 恐怕在各个部门里面 都得排前列 那我权力才会大 所以说 好的制度设计 能够让坏人干好事 坏的制度设计 能够让好人干坏事 我不敢说这话 这是邓小平说的 对 没错 邓小平说的 所以好的制度 其实也是保障大家了 对 不要让你受不住诱惑 你想贪也不行 对他甚至 而且不是让他个人贪 要让这个部门提醒